蛇蠣子是這樣子的 你看 你看嘛 這兩粒都漂亮 這是銀色的 還有一個紅色 兩個紅色的好大 你看 那麼大 你看 紅色蛇蠣 剪了那麼多蛇蠣子 剛剛我們才聽到 連生活佛提到 曾指示 哈尼瑪陳曉峰師姐 去找蛇蠣子 而您現在看到的畫面 正是2009年的8月底 陳曉峰師姐的父親 火化之後 燒出了各色的蛇蠣子 提供給大家作為見證 他的父親 為什麼火化 可以得到蛇蠣子呢 他爸爸唸高王金 唸15年 高王金唸15年 你看 這個就是往生的 往生的標誌 就是往生的 你唸15年 自然能夠往生淨土 一定的高王金很厲害的 一定的高王金很厲害的 他唸15年 他唸15年 每天唸喔 每天唸 你看嘛 真的那個蛇蠣子那麼漂亮 在哪個地方有呢 就在旁邊啦 不是啊 哈哈哈哈 他唸15年 不是是他那個 父親的那個 削火化的時候 火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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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蠻好去挖起來 蠻好去挖 我們以為那個 便康裡面有 哈哈哈哈 在哪裡挖出來的 哈哈哈哈 哇 又說 哈哈哈哈 從大腸裡面挖出來 哈哈哈哈 那也是一個例子 他要回去 他 姚子晶母呢 講說 你 歡來呼氣 歡來呼氣 就是講說 他爸爸會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 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 他最後才走 所以 那個背就是背了 他也唸高王金 他 高王金 很靈念的 高王金唸15年 我不知道我唸高王金唸多少年 我不知道 總之我每天都有 真的 所以我 我可能 這一本經典喔 是我在義皇宮拿到的經典 嗯 啊我很喜歡這一本經典 所以就叫曾侯中的弟子 通通都念這一本經典 這一本經典能夠化解很多的災難 很多 很多的災難 都可以化解 雖然之間莫名其妙就化解這樣 嗯 所以你說 你 你沒有修什麼法 那你就念高王金 唸多多多一點 啊每天唸 也會有 也會有功德 嗯 也會有功德 唸佛也有功德 唸咒也有功德 唸高王金也有功德 修法也有功德 焉供也有功德 都很好 但是一定要有恆心啦 啊你不能說喔 我今天啊 只要太累了 我今天就不念了 不會啦 沒有一天不念 征服密法的時政 請您把握來體會 並且利益清卷 廣為宣傳 Adiós